贪犯无奈送客却仍遭到言语攻击 近来以色列哈马斯之战 连带引起全球返游 以及恐伊斯兰事件频传 纽约市街头就有怪人 多次骚扰穆斯林贪犯 遭到无端歧视羞辱及言语恐吓 探犯老板曾表示听不懂英文 仍无法打发对方 让旁人看的是大动干货 影片也让广大网友爆气 肉搜结果却发现这家伙竟然有点来头 64岁男子 过去是美国前总统欧巴马任内 国务院以巴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现在还受聘于游说团体担任主席 抖大头衔行为却如此恶劣 对中东情势更是语出惊人 夸张行径让前欧巴马发言人 都说政府的脸都被他丢光 随后男子被以仇恨及骚扰等 多起罪名起诉 也被公司声明切割 饭碗不保 事后表示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 可谓做下嘴坏事犯 回不当初 三点新闻林涵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